作曲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成 人或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干八了 孤亲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定天里的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尽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 无万人 无万人 水 水 金 玄 山长兄 廉日辛苦 啊 火荤呢 上位在吗 大帅刚刚下堂 应该在书房吧 你忙你忙 听你这口音 怀惜人哪 属下祖籍奉养三合任女聚弦团 聚弦团 这就离咱家老师来礼了 咱一天就给大爷来回 大帅 属下的父母相亲 都对大帅感恩戴德 胡温庸啊 这回你算是累了大功 而且功不可没 不过咱一直想问你啊 你这每条船 每个月要给五十两银子 这线上有这么多钱吗 往后你咋办呢 丙大帅 线上并没有那么多银子 属下是这么想的 银子只给一次就行 但船却要全部扣下来做战船 如果战胜陈友谅 大帅什么都有 何愁银两 如果战败 那就是金灵不保 将帅亡命 到那时银两要有何用 此外 这些船竟有一半是浙江开来的 是张诗成属地的船 这些船即使是战胜了陈友谅 也不必犯规 全部编入水师 孝命与大帅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 胡文庸啊 胡文庸啊 明儿起 你就搬到城里来 就住在李贤馆 封你为 帅府餐支 闻三品 以后就协助擅长 管理所有的军政事务 陈领命 谢大帅 哈哈 起来吧 起来吧 来 从此以后 别叫咱大帅了 跟善长一样 交代赏位 是 这就是帅和大堂 后面是内眷居住 那片屋子 则是中书城所在 看好 李大帅 近在咫尺那 你属下清楚了 明儿啊 知道你今天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进见了大帅 升任了帅府参支 这当然不错 但并不是最大的 哦 那属下就不清楚了 请李公教诲 你最大的收获啊 就是从今以后 可以称大帅为上位了 这大帅与上位 这 这个称呼有什么不同吗 嗯 大有奖 请我 告诉你一条 只有跟大帅 勿议的兄弟一子 才有资格称他上位 整个金陵城里 叫上位的人 借不过二十人 知道刘伯温吧 顶顶大门 如雷惯了 就差 也只能称大帅 而不能叫上位 上位 也从来不纠正他 这里头 大有内涵啊 当然了 刘伯温也有自知之明 并没有随意改口 属下知道了 不过李公啊 属下今天 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 那就是 属下三生有幸 认识了李公 李公赏罢之恩 属下莫痴难忘 快快惊起 既然如此 老夫真是无话可说了 将军 将军 他是什么人 那个将军 他是小庙王的天神侍卫 已经身负剑伤 刚进城门就不行了 他自个儿说 从山东赶来的 奔驰了三天两夜 门子抬进来 是 大帅 冥王被妥妥大群包围 在一门山 尽脚里 还有 我们粮草一惊 最多只能坚守三两天 冥王李丹 突围传命 请出大事 赶紧叛兵救援 是 是 是 在 巴黎山长 刘伯温 常玉春 徐大探河 叫来 立刻 是 老布 等等 在 明儿吧 记着 明天把那个刚来的胡文庸 一块叫上 是 咱原以为 脱头率军 不是西征陈有量 就是 回是陕西 可万民想到 原庭发生的内乱 脱头率大军 又奔向原都 去救他的主子 征大位去了 可是 如今宜蒙山时 遇见了小明王 不管怎么说 小明王 是咱天下一军的共主 如果 他落到了原军手里 原庭 一定会用他的头颅 传令天下 说什么 北方的异军已经剿灭 南方的异军 指日可灭 小明王落难 咱也有责任 如果 不是咱地上的那份响表 原军 也绝对不会退兵 所以咱想了 要去救小明王 亲自去救 赞同不赞同 我严一声 大帅 在下坚决反对原旧小明王 尤其是大帅亲自前去 我们当务之急是全力迎战陈有亮 他随时可能会弃宏都于不顾 挥师东进 我也怪咱人杀过亲自去 非去不可的话 我去 叫我说 根本不必救 咱们起兵十年了 德国小明王的一兵一族没有 没有 咱们是自个儿壮大起来的 跟他没关系 三哥这话就不对了 怎么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呢 先大帅郭子卿 就是老明王的部下 十多年来 咱们一直打着明王的旗号 南征北战 而且 如果袁廷灭了江北方面的全部异军 那他们就会集中力量来对付咱们的 四弟说得对 我倒把这点给忽略了 上辉 你亲口说过 洪不成 每天都要死上百兄弟 十天就上千 所以如此 就是为了节省时间 妈的 还真让您给逮着了 不错 我是砍掉了自己的一根胳膊 给陈有亮去砍 咱也痛 咱心很痛 但怎么办 只有这样 才能争取时间 把陈突的挡在宏都 好在日后 咱亲手卡的这狗羊羊 现在战船 一大步背骑 各营都在练习水战 而你却要带兵北上救人 来回要三十天时间 值吗 如果有这个时间 我们为何不提前牺牲 迎战陈有亮呢 今天说白了吗 一个 步军改齐水战攻防 没有四五十天 是根本下不来的 你们几个大帅说 是不是这样 水师统领说过 四五十天都免枪 再一个 蓝玉在宏都多坚守一天 陈有亮就得多付出一份代价 咱们就多一份把握 所以再给蓝玉下一条死命 坚守一百天 咱是用红毒三万八千将士的血肉 换取时间 以便日后跟陈兔子决议死战 旧小明王 咱亲自去救 是最有把握的 来回最多二十天 咱回来以后 这已经万事俱备 再西进 大帅 既然大帅把话都说到家了 请淑在下冒昧 别说 没有明王 大帅是主子 明王一旦回了金陵城 大帅和明王 谁是主子 如果明王在说这说那的 大帅听是不听 从事不做 大帅和明王 谁是主子 明王名为天下公主 实际上是大帅的包袱 因此 弃之为家 救回来 是给自己增加烦恼 是啊 上尉 是啊 上尉 是啊 上尉 说得有道理 咱说过了 你一定要救明王 而且咱亲自去救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不议了 才是 尝诺 你不议了 尝诺 我一定要议了 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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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成正在向吴州调兵 那具金陵不足三百里 属下担心 金陵所面临的危险 不只是北面援军和西面的汉军 还有南面的吴军哪 大帅 胡维庸说得对呀 张世成一直在寻找机会 想趁大帅和陈永亮交战之际 突然发兵坐收于力 而且 他如果一旦知道大帅率军北上 可能驱兵攻打金陵 咱了解张世成 他没那个胆子 丁大帅 他没有 陈永亮有 大帅一旦离开金陵 消息几天之内就会流传出去 断然封锁不住 而这时陈永亮 也就会非报张世成 说朱元璋北上 金陵城空虚 咱俩东西夹击 平分天下 诸如此类 肯定会 你说的是啊 尚会 不要北上 也不能北上啊 明王咱是就定了 不管你们心里是怎样骂咱 骂咱欲也好 骂咱固执也好 咱非就不可 谁要再敢阻拦 都他们给我管住去 大帅 那么在下建议 在大帅北上的同时 派精兵猛将 全面进攻 湖州 打得越凶猛越好 其用意就是震慑张世成 令他以为 我们要全面进攻了 让他 只图自保 不敢轻举妄动 好主意啊 刘先生 您刚才为啥不早说呢 因为在下意志 潘王大帅不要被杀 现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只喝手 好 那你们说 谁去攻打湖州 谁去攻打湖州 我去 我去 南边是我的部下 当然我去 明儿一早 咱北上救援小冥王 宇春 与我同去 遵命 驱打 你率领本部猛攻湖州 不管打得下打不下 十指内必须返回原住地 遵命 昌河 你留守金灵 率全军 练习水战攻防 遵命 李善长 你继续打造战船 储备军舰 越多越好 遵命 刘伯温 刘首帅副 处理日常事务 遵命 赵长兄 恭喜 收了个报告 好 刘伟企 文雍入阁 是大帅赏的 我不过 尽见了一下 用银两盗取海船 是他办的吧 是的 哎 干嘛说是诈取 应该说志取 是志取 是志取 你瞧我这张嘴 又说漏了 他办得好啊 大帅今天真是疯了 金灵如此危险 他还有三面出击 宏都江北 还有湖州 哎 这才是朱元璋啊 我这心里头虽然有气 可是佩服 文雍 来 跟紧着 大家一块走 六公 文雍 刚才在帅府 你虽然话不多 但是句句在理啊 谢六公 我想问你一句 大帅亲自救援明王 你赞成不赞成 可不是吗 说吧 坏成 当时属下 也不赞成救明王 但是后来一想 还是救了好 为何 别人可以不救 大帅得去救 因为大帅一直高举忠义大旗 属于明王正宗 就这些 还有 一个小鲜 属下说错了 请你够刘公书罪 没事 你只管说 明王是敢大棋 如果这敢大棋 落到别人手里 那不是更麻烦吗 江北又不止流福同一支部队 与其这样 不如把明王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就叫 邪天子 一定诸侯 这才是朱女杖 四弟 鸡脚岭快到了吧 这山怎么都一个模样啊 咱们还是派哨兵出去打探一下吧 好 命令全军下马休息 咱们要好好地吃一顿好好的睡一觉 明天一大早在行动 是 下马 走 好 让大家原地休息 好 原地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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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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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给他 你偏心的你 好好好 打败了陈友谅 首先见到你 定了 定了 真定了 定了 这还差不多 还有个事 一碗没碗 敲诈勒索啊你 明天冲锋的时候 你要守在这儿 哪儿都不能去 就在这儿指挥全局 您出来的时候 嫂子擅长他们 再三叮咛你 知道了吗 就应该要逼 他们іл form 你 那么 不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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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边 中山干死你 千马 快撤 是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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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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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好, 追著 江南 品章正是朱元璋 拜见小明王 李太白 梦还半生 醒来也不过是一盘事 无论文韬武略 诗诗子疑 就是连唐明皇也折腰也 言过言过 唐明皇如在此作 我倒要向他请教一声 这江山 为人 孰重孰清啊 他怎么说 归臣还没开口 陛下就拿起一根银勺 在我面前划了一下 他治好了 他叫我出去 那你就夹着尾巴出来了 陛下正在跟大儒们蓄师连聚 谁要是达不上来 就要罚酒三杯啊 紧张之至啊 我哥呀 都是被那帮风流雅士的叫做坏 大人息怒 大人息怒 我嘛 我也要去划了他一下 大人 大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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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滚 都给我滚 师兄 你越来越放肆了 哥呀 陈有亮 朱元璋他们在争天下 你呢 整日的狮死酒色呀 将什么看了都寒心 陈下们都敢怒不敢言呢 冯渭 你还是不是陈下 是 跪下 不 哥 再这样下去 江山早晚会沦落他人之手 咱们会国破人亡的呀 哥 哥 你看看 这是陈有亮飞马送来的快报 陈有亮说什么了 他说 他已攻下红毒病扬帆东下 十几日便可抵达金陵 还说金陵卧底密报 小明王兵败山东 困兽一蒙 奄奄待毙 而朱元璋竟然率军北上救主子去了 现在金陵空虚 他要我们立刻出兵东西夹底 共同消灭朱元璋 军分天下呀 陈秃子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我当然不信 不但不信 陈有亮的狼子野心历历在目 他一旦灭了朱元璋 下一步会轮到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抢先拿下金陵 撞大实力 以防将来陈有亮和我们翻脸 哥呀 陛下 现在不但金陵空虚 而且面临墙底 人心慌乱呀 陛下 抓住这千古良机 赶紧取金陵吧 给我三十万人马 我亲自去 不能让金陵城落在陈有亮手里呀 你呀 兄弟 起来吧 起来 这么多年了 没大长进 仍然是匹夫之勇 无实满寇 你竟然没看出来呀 这些都是陈有亮的诡计嘛 他想利用我们为他攻城 还有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傻瓜 在陈有亮大举进攻的时候 而弃成不顾 朱元璋 也不会为一个小冥王 而离开金陵啊 什么事 禀告陛下探马飞报 朱元璋正在进军湖州 兵马五万多 来势汹涌 统军大将 正是他的前兄弟徐达 啊 世青啊 别的先不说了 找你亲自领兵 持远湖州 抵抗朱元璋 直起聚城坚守 不许出城以徐达作战 遵命 除了 你就是中国公司的 确认是 可以 解决的 不许出城坚守 是 不许出城坚守 不许出城坚守 李公 此次不应再以宽座 嗯 妥当 镇江府新增兵勇一千二百口 需响银三千六百两 属下出你赵准 并着假响银一千二百两 为何 属下亲父湛江查验过 这一千二百人 全部是十八至三十的轻壮 无疑虚报 这在当前极为难得 好 吸附镇江 所有响银全部发放到并庸手中 抚押不准节流 属下羁绊 李公 这剑较为棘手 属下不敢自转 好 将这个盖药说我听听 水师千总刘长生 与镖区副将宋大贵的一双 非婚同居 使盖一双身怀六甲 大战在即 竟然出这种丑事 成何体统 此事民法难断 军法也难断 属下听说 大帅曾与夫人 为该一双在驾时相知不下 是有这事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一双 曾与夫人是从育儿哭诉过 而育儿将她领到往那去了 棘手 棘手啊 属下一位 李公有两个选择 一 可将此事交 三军总监汤帅处理 那么 那位泛舍的先总必处军阀 其二 可将此事转内政司处理 那么 这位夫人 必有斟酌 属下的意思 大战在即 正需将士效命 还是 把内政死吧 也许可将此事 算是 这位夫人 是 我 不许可 是 他 是 五天五夜 总算被他攻破 陈有亮占领红毒后 最多休整三天 然后必定率师东下 直破精灵 有空来了 水师顺流而下 如果风顺的话 四五天可达精灵 再加上陈有亮休整的日子 那么也就是 八几天吧 可能更快 要是我是陈永亮的话 我就不做休整 我会让所有部系通通上船 与航行途中休整 这样又可以节约三天时间 大帅北上 已经二十多天了 八天已经没了消息 也不知何时回来 真不该去 我的想法是 三军立刻登船 航至上将三刹骨 战力有力地形 准备迎战陈有亮 大帅还没回来 不妥啊 另外 派多路少去寻找大帅 找到后 让他不被回禁令 直接赶往三刹骨 李先生 没有时间 唐帅 恕我多心 洪都城 什么时候得 我已经说了 八日浮晓 败兵来报 是兰宇派来的心事吗 兰宇已经阵亡了 前几天也有心事来报 说洪都城失手 那加上这一次 应该是第三次了 这一次 是城里两个残编 向安静守将被报的 他俩亲眼看见 洪都的东门北门都已经破了 我跟你说白了吧 我原先估计 兰宇带里三万人 最多坚守洪都两个月 可他已经坚守八十多天了 已经很了不起 我的意思是 既然这是第三次报失手 那就证明前两次是误报 一座城池 岂有接连失陷三次的道理 或许 这一次又是误报 或许兰宇没有死 他又把城门夺了回来 洪都虽然万急 但他仍然健在 我了解兰宇 他打起仗来不要命 动不动就冲上去 我赞成唐帅 所有兵马军械登船待发 但不可扬帆 再等大帅三天 大帅不在 调动战船 必须我们几个联手 才能下令 刘先生 是的 滚 再等årt 我 乖 好,我馬上頒布佔列 陳昇佩儂,辦吧 屬下即辦 劉公 何事啊 六公刚才所说的 陈有亮挥施东进 到金陵需要四五天时间 是 如果风顺的话 六公 盛夏无风 既是有风也是东南风 陈有亮 东夏是逆风 四五天到不了 而我们如果是 溯江西进倒是顺风了 刘公明鉴 霍庸啊 刚才为什么不纠正我 刘公只是一时口误 马上就会想到他 属下没什么好说的 霍庸 你呈走 你呈走 不要 你透霍了 你呈我 我 你不选择 你以为是 你受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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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